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 你每天看到還有讀到那麼多的新聞和訊息 你覺得自己有能力去掌握這些資訊嗎 做出自己的判斷嗎 常常聽到北楠說 獨立思考的能力很重要 可以讓你不被媒體或其他人操控 但是你知道什麼是獨立思考嗎 獨立思考和一般的思考方式有什麼不同呢 為什麼它能夠讓你不盲從做自己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需要弄清楚獨立思考到底是什麼 歡迎來到哲學新媒體的哲學入門101線上課程 大家好 我是哲學新媒體的講師鄭凱源 心理哲學和語言哲學是我主要的研究領域 如果你平常就對思想 思考 思維方法 這些問題 感興趣的話 想知道獨立思考是什麼東西的話 歡迎參加本課程 什麼是獨立思考 哲學入門101線上課程 關鍵概念 這堂課與哲學新媒體的另一位講師孫友榮 所開設的標靶思維課程有關係 在這門課中 有關獨立思考的分析與討論 可以說是標靶思維課程的一個範例 透過介紹思想 概念以及關鍵概念等等觀念 我們將具體示範如何進行統合性思維 培養高效與深入的思維能力 我們在課程中會討論獨立思考與成熟 幼稚等概念之間的關係 提出各種問題來引導大家 從具體的案例開始 逐步的掌握這些概念之間的關聯 並練習用關鍵概念的思考模式 重新審視何謂獨立思考 何謂成人這些有趣的問題 歡迎大家跟著我一起來思考 獨立思考是什麼這個問題 也請大家繼續支持 哲學入門101線上課程的其他課程 特別是與本課程有關的標靶思維 保證可以讓你循序漸進的 進入有趣的哲學世界當中